小鸭汤 说是拿过来给你们尝尝 谢谢妈 那个 清清呢 还没下班 呃 在屋里呢 哦 给我看看 这怎么回事啊 吵架了 没有啊 不是 那 那是怎么回事啊 没吵 不是 亲家 你可是拍着胸脯告诉我 说你要好好照顾清清 你就是这么照顾孩子吗 自己这大鱼大肉吃着 把孩子一个人撂在屋里 清糖寡水的 你说你怎么咽得下去啊 你这可是冤枉好人了 我答应你的条件 我条条我都实现了 你看看这桌上 鸡 鸭 鱼 肉 哪样没有啊 是你那宝贝姑娘她不吃 瞧不起我们老实际口味儿呢 我们老实际祖室 还当过一厨呢 那皇上皇后都似红过 这到你姑娘这儿 你说这 连胃口都不带闻呢 哼 就您做的这饭菜 别说清清嘛 我都不爱闻一下 这 这都什么呀 大葱大蒜 清清从小就受不了这个味儿 更何况她现在还怀着孕呢 你看你这菜 这个个都跟油锅里捞过似的 你说油这么大 这么腻 让人怎么咽得下去啊 这没油就没营养啊 你像踏实的 天天整块草的煮水喝 那肚子里的孩子 搁啥吸收营养啊 你再说了 你说这葱 蒜 这是好东西 那吃香和他哥长这么大个 那不就是靠这碗盯着吗 我没说这葱蒜不是好东西 但是得分人 那清清现在不是怀着孕吗 你说咱们就不能用点心 做点什么小蘑菇 做一点精细一点的菜 你都这么大岁数了 难道这点事都不懂吗 当然了你是男人 恐怕这点理解不了 我是女人我知道 这个孕妇啊 她是有生理反应的 她的口味是很挑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咱们得多替孩子想想 你说她老吃那兔子吃那玩 她能不吐吗 今天一捆草 明天一捆草 哪有影响啊 那你再这么下去 那老吃些花孤独 是不是都给毁了 你别提什么花孤独了 你现在孩子她妈 连饭菜都咽不下去 你也不想一想 但凡是她能吃下去一口 她喂肚子里的孩子 她能不吃吗 我看今天这个情况 都是你一手造成的 这孩子完全是你逼迫 杨老师 这用词有点忒狠了 这有点血口喷人了 你说我辛辛苦苦的 占酷暑耐高温 我做这么一桌子菜 我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青青啊 她不吃啊 这怎么就成我逼她了 咱也别蠢了吗 袁安 你看看 这是我刚熬的老鸭汤 你闻闻这味儿 你看看这汤 清清淡淡的 你能说它没有营养吗 你再看看你这菜 这是肘子吧 这多厚的油啊 这没有三寸也有两寸半了吧 你搁着这不是给你喝的 这汤好吧 好 你能说它没有营养吗 清清啊 来来来 喝点妈妈做的老鸭汤 这一天到晚不吃饭怎么行啊 这肚子比达孩子也瘦不了 来 先尝一下 先尝怎么样 瞧瞧你瘦了的这两天 这真是的 脸都发黄了 怎么了 你干嘛呀这是 妈给你做的汤 你不是说我下 老鸭汤 你真行 清清啊 爱喝就喝啊 好喝就喝啊 来 喝吧 不是妈妈在这 你喝吗 不是为别的 都是为了孩子 是不是啊 老鸭 是是是 怎么样 之前 你要不要尝尝 我不喝了 妈 我吃饱了 好喝多喝啊 清清 以后你们都可以学着做呀 我不学了 你这闺女太贵重了 我们伺候不起 你那啥 你就自个儿亲自伺候你闺女吧 来 世祥 你看你爸 老鸭汤 你这什么态度 美美 不 我连她建议都不能提吗 不是 行行行 这样也行 你要是觉得我每天过来做饭 不给你添麻烦的话 那我就过来 为了你们老池家的花孤独 我活出去了 好 对 活出去 好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说定了 定了 定了 嗯 嗯 这里要帮你身上 那枪面馒头就怕结果 那不踏踏了吗 你吓死我了 我以什么宝贝 不就破馒头吗 真是 啥破馒头啊 老池家祖伐的大馒头 这么大馒头 二馒头 别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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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水 火 你都站着 那我怎么给清清做饭呢 他可是去给你接孙子去了 知道给我接孙子去了 你还跟我抢走 孩子在学校上了一天课 脑子多累啊 上车就得喊饿 进门就得吃 那清清回来不喊饿呀 东跑西滇的去给你接孙子 那不消耗体力吗 两回事 你大人跟孩子不一样 那清清还是大人 再加个孩子呢 你说你这人真是的 你清清怀的是 你们老池家的骨肉 你那不也站着个火呢吗 你这炖的是啥玩意儿啊 这么长时间了 我看看啊 把刺着我 不让你看吗 你偏要看 刺我眼睛了 这些啥神秘玩意儿啊 陆融的人生呢 本来啊是想炖着让你也一块儿吃 但是呢 怕你消磨不了 你看你们这些城里人呢 也不知道啥叫好吃歹吃 要我说呀 也别给你们吃啥蔬菜瓜果 一人给碗农药兑点水喝得了 老池啊 你干嘛这么恶毒啊 你让谁喝农药 我不是抓你喝 干 干什么就把我的锅拿下来了 干嘛 干 你行啊 这馒头离了火就不给力了 干什么呀 多大点事啊 你这嚷嚷 多大点事啊 你要干嘛呀 这两伙烤着有点热吧 我给你拿饮料去 哎呦我天哪 这大蒜味儿的 熏死个人 哎快 进行赶紧吃 看妈炒的 对不对你胃口啊 对 肯定对 妈 你干嘛呢 那成这样 前天做饭的时候 可逗了 吃向她爸跟我争跟我抢 差点把自己变成了巴西烤肉 妈 多吃点啊 多增加点营养 听见没 妈 我觉得添加点肉 不是特别有胃苦 是啊 你说你们这屋子吧 这么小 空气又不流通 也不能开门的 这大热天的 怎么受得了啊 我孕妇最怕热的 哎呦 那要实在不行的话 咱买个空调 空调钱我出都行 那干嘛呀 老费那钱 你只家里有一个风扇 当然就一台 那就是啊 清清 那风扇为什么不拿来给你吹啊 就一台也得给你吹呀 你是孕妇 你在这个家里最重要 他们不知道该保护谁吗 吃香也太笨了 这老吃不懂事儿 我跟他说去 嗯 干嘛去吧 你别管 你吃你的 好好吃 哎呀 我的天哪 热死我了 哎呀 我的心脏病不快饭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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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好多 哎呀 你们吃挺香的 那清清在屋里啊 一口都吃不下饭 这屋里热死了 闷得要命 哎 你说怎么办呢 我把风扇给他拿进去了 你把风扇拿进去了 我们也热呀 我们吹啥呀 对呀 就是啊 杨阳 你爷爷对你太好了 今天为了给你做饭 都快把自己烤熟了 那得多热 是吧 老吃 那这么热的天 能不吹风扇吗 是吧 要不然也吃不下饭 可是你说清清清怎么办呢 一个孕妇 你说吃不下饭 对那肚子里的孩子 有没有影响 肯定不好 拿进去拿进去 是吧 老实想是不行 好 来 老实 没事 好 行 好 好 哎 好 吃了 哎 我这 我老实想是 不是小时候都给你买 不是给你买一个 给你自己吹 啥玩意 就说这货还自己家人 杨阳岛不要风扇 明天爷爷给你买个空调 那春日风的比冬天还凉味呢 哎 老实啊 你说的真是 赶紧买 这两天电机还在打折呢 啊 吃 妈 要不把这拿出去吧 杨阳岛让坏了怎么办啊 凭什么 为什么呀 真是的 我跟你说呀 这妈妈在这还替你争一争 妈妈要不在这呢 你得受多大委屈啊 我能放心吗 这家人真是一身毛病 得给他们立点规矩 你不立规矩的话 将来再把我外孙给带坏了呢 吃吃 赶紧 走 是不是折腾都没胃口了 嗯 我吃了奶奶 把这汤喝了 吃了奶奶 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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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麻 喝 有 麻 地 海 可 想 你这唱歌太好听了 全在调声上 简直是天籁之遇 怎么样 什么呀 你可不可以跟我说呀 不对呀 你一直说我唱歌跑调 他今天特别奇怪 听着特别的顺耳 好听 老婆 我呢就是想跟你开诚不公 心平气和的 说说咱家现在的形势 你还行吗 我就知道 肯定有事 说吧 你看咱家现在一道吃饭呢 其实就是一桌两制 如果成习惯的话 以后咱们小青青出生之后 你让他上哪桌 给你妈挨一桌 还跟我爸挨一桌 还是一三五给你妈二四六 跟我爸 心急事让他饿着 那怎么可能 还让他饿着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我也不想啊 那你看两个老人闹的 我也没办法 你说的也是实话 没错 这事呢 根肯定是在我爸 我承认得不对 但如果我爸这边 先做了调整 然后也迁就了你 你看你那边 也能不能做适当的调整 签就一下我爸 哼 你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 你就想让我签就爸 是不是 绝没这意思 必须让我爸先签就你 就比如说 吃饭口味这事 你不爱吃葱酱酸 我以后让我爸做饭 不放葱酱酸 全以你的口味来听不 那不可能啊 他是个老顽固 这回必须让你听我 这不可能 你见他那就像一只耳 见到黑猫城管一样 那我说了 这事我跟你站一边 这回不一样 真的假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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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 那你跟爸说 让他以后做菜少放点油 太腻了 行 那 你这边是不是也跟妈说一下 他以后就别 两边这么跑了 对吧 我就知道你想帮我妈赶走 爸来了 我妈已经回去住了 你现在还要赶他回去 你干嘛呀 我没有哄妈 我只是觉得你说老人家 这两边跑 这心里不老忍 多累呀 这回说话听着 真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 我心里还真就这么想的 人都说白领这生孩子累老人 那是只生了孩子之后 那咱们两个现在没生孩子呢 就把你妈我爸累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不是咱俩 太不孝順了 其实呢 我也觉得应该改价了 可是我怎么说呀 要不我明天试试 你也得跟爸试试 试试 我当心了 那好呢 大夫营 你不 interfer 你得理你不 ste范 你用我去 又长了 轻一下 好像接下来 你太更好了 הזה 咱俩笑的不是一回事 那你笑啥 我告诉你了 你别太得意了 昨天晚上 青青给我投降了 回归到咱们这个阵营来了 今天晚上 他妈不来了 青青跟咱一块吃 咋回事 有啥咋回事的 我训他了 我说怎么说 你都是老持家的儿媳妇 你不可能不跟我们一块吃饭 都守着你妈 就你 去你媳妇了 你可拉倒吧 你见你媳妇 跟耗子见猫似的 敢刺牙吗 我有啥不敢刺牙的 他见我不敢刺牙 那不冲我 冲您 您怎么有号召力 还给他招不回来 对不对 别忽悠我了 儿子 别忽悠你妈 你可真能忽悠 我没忽悠你 你怎么是我忽悠你呢 就你媳妇 她就是回来时 我也伺候不了了 还是让她亲妈自个儿伺候嘛 爸 如果话这么说呢 我就觉得 那肯定是你不对了 我咋就不对了 你看呢 我这好不容易给她教育的 让她认识到自己错误了 是不是 她也愿意悔改 但你不接受 这不就你的问题吗 你这么一推又把 她推到她妈那边去了 你说这孩子以后生下来 跟老老亲 还是跟爷爷亲 你自己想 所以 所以你就得做的呢 让亲家爱吃 顺她的口 按她的口味来 首要的任务 是把她拉回到 咱们这个餐桌上 到时候这孩子生下来 咱们老持下 不就彻底团聚了吗 要不然的话 我跟你说 这是另外一个极端 事情到这个方向 往下发展 那没准 青青就把孩子 生到她妈妈去 敢 谁把我们老持下 花孤独给弄走了 我跟她拼了 那你何苦那时候 去跟人拼呢 你现在搞点和谐 不就得了吗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让我把大葱大蒜 给结了呗 少油不能油腻 孕妇不能闻油味 知道吗 你拉倒吧 油腻的是营养 羊羊咋办呢 怎么又有羊羊上了 谁重要啊 不你孙女重要吗 你孙女现在这么大 羊这么老高 你让这么高的 不照顾小的 你还照顾她 这孙女的口味 以后你慢慢培养 咱现在不就为了老持家 安安心心吃顿饭吗 你僵着僵着不行啊 秦秦也吃啥呀 看 鸡蛋腿 见你鸡蛋腿 她就没命了 只要按她的口味做 一盘子都给你造 到时候你说 把你那个孙女演的 白白碰碰 你也高兴不吃 我给她做两盘子呗 鸡蛋腿呗 我今天晚上我就送她 十二三十五 冲净掉了 这晚上我们整两盘子 还忽悠我呢 真给你整两钟 喀喀喀喀 快走吧 别忽悠我了 你那点心眼 我成本去了 快走